今天给咱们粉丝朋友做一道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 这道美食只有在我们家乡有 外地的朋友你们肯定没吃过 今天做这些就是让咱们外地的朋友们品尝一下 来 先把这刚做好的粉条下锅 这道美食还是用红薯粉条才能做出那个口感 好了 把它煮到这个皮掐断的程度就行 咱们把它捞出来 现在咱们开始炒酱 来 先把葱姜蒜 倒入里面 炒出香味 倒入黄豆酱 炒出香味后 倒入酱油 加点盐 加点石山香 石山香要多一点啊 咱粉丝朋友吃的料一定要放走 这样吃的味道才好吃 好了 咱们现在把它撑出来 来 现在开始最重要的一步了啊 没有这一步 这道美食可做不成 来 我们把这个炒一口肉淀粉倒进里面 好嘞 来 搅拌均匀 好了 开始上碗 为了让粉丝朋友吃的方便 今天蒸的都是一碗一碗的 好了 走 上锅 上锅了 盖一下盖子 大火这样一个小时就好了 腊肉再过两天 也能让朋友们吃了 再耐心等下几天啊 这次腊肉味道绝对好 我在这闻得就特别香 啊 还有 还有这盘口 应该是成功的 你早就要忙了 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要开锅了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太有私欲了 很成功啊 好 鼓起 看来真不错 嗯 还有食欲哦 看看啊 好不好 怎么样 来 品尝一下 来 品尝一口啊 哇 好劲道 太正宗了这次 让咱粉丝朋友们吃吧 真的好吃